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卫视时事大家谈 记录美国国家安全局前合同工斯诺登 揭秘国家安全局全球监视计划的第四公民 荣获今年奥斯卡最佳长纪录片奖 女导演劳拉伯特拉斯和英国卫报的两位记者 曾在香港的一家酒店对斯诺登进行了八天的采访 详细了解了全球监听计划的范围与内容 以及斯诺登挺身披露这一计划的动机和目的 斯诺登的女友出席了颁奖典礼 而斯诺登本人由于受到叛国罪的指控而无法现身 一部指控政府滥用权力侵犯公民隐私权的影片 为什么在美国可以堂而皇之地登上奥斯卡殿堂 它怎样反映出美国民主制度和公民对权力的制衡 使大家谈邀请美国民主和网络自由专家进行讨论 好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社会学专家 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 龚博士您好 大家好 那么另外一位是社会学者 网络安全专家威云超先生 威先生你好 大家好 威先生通过skype从美国纽约参加节目 我们欢迎两位 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 拨打电话参加我们的讨论 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 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 我想问问在场的龚小夏博士 就是说在这个长纪录片的类别里 其实它这名单也不短 那么为什么这个公民 第四公民这个片子 它可以脱颖而出 它有哪些因素 使它能够击败其他的竞争者 第一个因素是独家 他接受这个独家采访 而且独家非常深度的这个采访 是很不容易的 很少见的 通常这些新闻人物 都会有很多媒体围着 可是他们是首先独家 是经过了非常长的经历 才做的这个联系 非常有意思 当时为了逃避美国国家安全局 他们甚至把制片挪到柏林去了 而且最后这个事情是在柏林 最后制成的 对 而且他们最初的往来 都是加密码的那种电邮箱 或者这边往来 对 很有意思 因为你看整个片子看下来吧 它能给你一种非常 就是说神秘这样的气氛 从一开始这个秘密电邮 一个女声 这个声音是真是非常好 它就带你进入一个 就是大家很难进入的 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窃听事件 有一个谍战的这个氛围在里头 对 我想问一下温云超先生 要谈到苏诺登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 他所披露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的 全球监听计划 它的范围到底是怎么样 他所监听的内容是什么 他得到的数据怎么处理 怎么样使用 因为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我想斯诺登通过媒体披露出来 就是国家安全局的主要的 就是临近的计划 那这个计划 其实也是得到了国会授权 也是当然在三不时最开始 创立这个计划的时候 可能在法律的许可方面 会有点问题 但事后其实是得到了 足够的补救和批准 但是呢 这个计划主要监控的是 只跟美国之外的人联系 才是受或者是在美国 其他人才是受这个计划 监控的目标 但是斯诺登披露出来的情况看 在美国的包括像 国家安全局有紧密的合作 并且很有可能在美国国内的公民 也是受到了这种 事无计细的这种监视和信息的收集 我想这才是整个计划 受到这么大关注的原因所在 小夏我们以前也讨论过 就是他所谓的MegaData 他所收到的这么范围广泛的数据 他怎么样使用 有没有足够的保障 另外他进行监听的之前 他整个计划受到了国会的授权 刚才温云超也谈到了 而且他每次监听计划实施以前 都要有经过联邦法庭的准许 但是诺登他认为他这个程序 只不过是一个yes court 就是你不管提出什么样的申请 都会得到批准 这是问题的 第一个国会批准的 是监听跟恐怖有恐怖分子有关的 所有这个计划 而且在美国 根据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 你要是收集公民的这些材料和这个 进行就是搜查 无论什么形式的搜查 你是必须经过法庭批准的 他们现在有这个法庭批准 这个批准是非 这一般来说法庭批准 你一定要要求说 哪个人因为什么原因 他现在就说 我们要求这位非常大的范围 就是说一块收集了 收集完再说 他等于把大数据都存储起来 之后完了可以回去再找 那么你回去再找的时候 等于是你本来是没有嫌疑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你过去的事 就被他们存储起来 那么就有一个嫌疑 这样呢就是违反了很多法律专家认为 是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 不得对公民随意进行搜查 就像警察到了你家里边 如果要搜查你的家在美国 他必须有法庭的这种搜查证 搜查证 你不能说我先开门 你先开门我进去查一查 我把你东西拿走 以后看一看有没有你做了违法的事 对 就是这个 美国有出了好几个案子都是 这个警察说 发现这个人超数 超数的不对 那么我搜一搜你的车 打开车后备箱一看 发现不对 这里有具尸体 那么就上法庭去了 那法官就会把这个案子说 你这个 你这个 不管你收了什么证据 你这个证据是非法的 不会 因为你没有任何足够的证据 就搜查他的私人物品 所以 你不该查 但你查了 你查了 你拿到 无论什么证据都是不算数的 但是要注意外国公民不再死裂 好 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 温云超先生就说 从《第四公民》这部片子 他可以去大摇大摆的参赛 同时也知道他获奖 就说明在美国的这个文艺 还有这个文化事业 跟政治之间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 我想这也是拜美国宪法第一星正案所赐 美国的言论自由才有得到足够的保障 不管这次第四公民能够获奖 还有就是说 在媒体报道自洛东事件的时候 美国政府其实一直试图阻止 这些报道进一步披露 当然我们也知道像英国 他们是也曾经的 成功的迫使媒报交出了一些资料 或者销毁了一些资料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其实还是 我们能看到这部伟大的作品 能看到像《华盛顿邮报》 参与事件的报道 还是受到法律的一个 根本性的保障有关 这个跟整个国家的人民 对法律的信心 以及三权的体制有效运转 有莫大的关系 薛珊 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部片子反映是什么呢 最近这些年 大家都有一种危机感 就是说在911之后 美国的公民权力 是不是越来越少 专家们都在认为说 就是法律专家 基本上左派右派都有共识 就是说美国的民权在被削弱 政府以反恐的名义 在做很多侵犯民权的事情 那么这里头我自己个人认为 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说你反恐是很重要 安全是很重要 但是是不是能够以安全这个名义 来剥夺人民的自由 当初很早的时候 美国的国父富兰克林就说过 那些希望以自由来换取安全的人 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安全 我们要看到 就是无论世界上什么国家 民主的也好 专制的也好 对人民自由最大的威胁是政府 那么我们也可以说 杀人最多的是政府 所以我觉得美国的公民 是长期保持一个 对政府防范的心态 那么说到斯诺登这个人的话 就是说也有很多人认为 他是一个叛国者 那么您怎么看 就是认为他 我知道你认为他是一个爱国者 就是你非常的支持他的做法 但是对于那些 有相反意见的人来说 您觉得他们的看法 有没有道理呢 他们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就是说他的确是背叛了 他的这个 他当初就是签的合同吧 进入国家安全局的时候 他所做的誓词 要保守机密 我采访过斯诺登的律师 他的辩护就是很简单 他说他没有跟美国政府 签任何合同 美国他是跟他 顶多是违反合同 违反合同公司可以开除 但是美国政府不能起诉他 但是我当然觉得美国政府 是有道理起诉他的 而且我也觉得历史上很多 就是实际上犯了一些 真正从法律意义上 还说了罪行的人 实际上他是要照顾 社会的利益 在我看来 就是说违反了 就是泄露了一些国家机密 所给国家带来的危害 远远不如政府 保持了很多机密 去侵犯公民权利的危害要大 文文超先生 这是这个问题的癥结所在 就是你个人的权利 和国家的利益之间的关系 那么斯诺登 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说 他说我决定挺身而出 我不做一个匿名的告密者 我要真实的 用中国的话说 就是实名举报 说这个计划 侵犯了公民的利益 他说即使他们把我带走 我消失了以后 我身后还会有其他的人 继续做这件事情 所以他在通讯的时候 把他自己称为是第四公民嘛 就是说我前面有先行者 后边也有继任人 大家都会做这个事情 就是要限制国家的公权 对个人隐私的这种侵犯 你怎么看到这个问题 尤其是他自己作为一个合同工 和Booth Allen Hamilton 这家公司签约的时候 他宣誓要保守这个公司的机密 但是他出于他认为的国家的更高的利益 而违反了他自己的誓词 怎么看待这个矛盾之间的关系 我们其实在看一下第四公民影片当中 展现出来斯诺敦 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一个非常沉着稳定 并且他在某些方面 处理方面也是深思熟悉的 例如他选择让媒体的专业人士来判断事件的价值 并且决定报道方向 我想这个都是对一个29岁的一个人来讲 这是这种沉着老道事 其实大大超乎大家的想象 其实我愿意把这件事情 跟香港战中事件那些人 那些学生们来对比 就是说这个世界总有一些人 他们愿意 他们具备理想主义 他们愿意牺牲个人的一些东西 以身试法来彰显社会最大的公益 我想在这一点上 他们追求的东西是一样的 并且我想在美国历史当中 也有无数类似的事例 就是说不断有先贤 愿意做出这种牺牲 来维护这个国家捍卫的核心的价值 我想斯诺敦做的正是这一点 好 谢谢 谢谢温云超先生 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 和听众朋友的电话 与此同时 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 拨打400-120-0551 首先第一位是浙江的毛先生 毛先生你好 喂 你好 听到了吗 听到 请讲 毛先生 我觉得他这是 第四公民他获得奥斯卡大奖的话 我觉得非常好的诠释了美国式的民主 非常好的说明了 美国是有言论自由的 我们可以划着方向想一想 如果是在中国大陆的话 那肯定就不行了嘛 如果是中国大陆的话 那像斯诺敦这样的人肯定就被销声匿据了 但是我觉得比较讽刺的就是 斯诺敦他现在在俄罗斯 全世界都知道俄罗斯还是一个单字政府 我觉得现在斯诺敦他已经变成了普京政府对抗美国的一个旗帜 好 谢谢浙江毛先生 接下来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 宁夏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我觉得斯诺敦这件事情 反映自由世界也没有绝对的自由 另外啊 许多人觉得这样的纪录片在美国没有被禁止 证明了美国的言论自由等等 有什么民主有什么好处 我想问题是这样的 在中国啊 民可是由之 不可是知之 这是什么呢 如果老百姓知道这个游戏规则 不缺法治精神 当然可以给他自由 那么如果老百姓不懂得这个游戏规则 没有法治精神 没有契约的社会的概念 那么就要对他进行这方面的法治精神的普及 在这种情况下咱能给自由 好 宁夏的高先生我想问您 就是说您觉得中国老百姓为什么没有法治精神呢 谁应该对法治知识进行普及 几千年来都是这种人质 共产党晒财以后基本上也实行的是人质 好 谢谢宁夏的高先生 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爱先生 你好 你好 我正在谈一下 其实中国能揭露了美国监听的一些问题 远远不止于此 就是前两天就是一个新闻都说了嘛 美国和英国的一些情报机构 就已经渗透到了荷兰的生产 就是ISM卡的这些工厂 其实我们世界上大部分的人 随时随地有可能都受到美国的监控 另外我还问这个两位嘉宾的一个问题是 就是宁夏建议是您总是说美国没有双重标准 在人权问题上 我就是想用您正面回答一下问题 就是为什么埃及的莫里花革命 比如像这个墨尔西 明明已经用你们美国的标准 人民用公民用投票 用选票说话 为什么墨尔西总统被捐进监狱 你们就是以前说这个莫里花革命 是前途多么光明 现在咱们又不胜无需了呢 好 谢谢天津的艾先生 都是很好的问题 小夏 对 这里头有说 如果我们说美国有没有双重标准 这里头中国的听众总是有一个误区在这里 就是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 美国政府怎么看 美国人民怎么看 而美国政府是美国人民的 美国政府做的很多事情 包括监听什么的 人民要反对的话呢 我觉得这里人民有人民的标准 是不是 什么是美国标准 美国标准是美国人民的标准 因为美国人民可以改变法律 可以改变政府 他们每四年都可以全力出来 新的政府 对 遇复一次政府 所以每四年要改变政府 所以如果政府这个标准 就包括监听这种事情 我们觉得我们作为公民 觉得违反我们的人权的话呢 我们是要把这个政府颠覆掉的 这是不是 那么至于埃及的事情 很多像埃及的受审 什么都是埃及内部 有茉莉花革命 我自己个人 当时在茉莉花革命的时候呢 我自己个人写过文章 我也相当不同意 美国政府的说法的 因为这不是说双重标准 和单重标准的问题 我觉得美国政府 现在管外交政策的人 很多人吧 比如三四十岁的人 他们对于冷战 是对于历史 缺乏一种深刻的修养吧 他们很容易把事情简单化 但是这不是美国的标准的问题 而是美国 有时候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者 比较无能的问题 我要说句老实话 这是我批评政府的权利 好的 文艺超先生 刚才有一个听众 观众问的好 就是说像斯诺登这样的事情 是不会在中国发生的 如果有真有 中国有一个斯诺登这样的人 恐怕他很快就会消声灭迹了 请你谈谈对他这番发言的看法 我想这个看法 毫无疑问也是符合中国当下的一个判断 在中国想产生这样的一个泄密者 那我们对比一下 现在正在接受审判的女女士 我们就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很鲜明的比较 那高瑜她东西只能通过境外的媒体来发布 并且我想没有任何中国的官方的媒体 或者中国境内的媒体能够发布高瑜 指控高瑜泄露的那份9号文件 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很显著的区别 我其实也愿意多说一点 就是说其实很多人总把这次 斯诺登的事件用来指责说 你看原来大家总说中国有监控 你看现在美国也有这种 国家安全局这种临近计划 但是我不断地重复 就是说两者之间是有本质的不同 就是说一个是有法律的授权 并且有足够的司法的救济其道 还有来自于像言论自由 媒体这个社会公器的监督 但是在中国这些方面是一概欠统的 何况更是一个绝对的黑箱体系 这里还有一个不一样的说起来 就是如果比如政府哪天监听到我什么东西 拿去法庭控告我的话 我是可以告回他的 我可以就是说法庭会否认这个说你没有批准 你怎么 他明明知道 有时候是我 比如说我可以电话 就中国这个监控是 你在电话里大骂习近平 你就被抓了 拿法庭上一显示说 你看你干了这个事情 你写了这个文章 我在美国的话 电话上大骂奥巴马 谁也没人管我是不是 这个是管不了的 那么他言论自由 刚刚那位先生说 就是有一位听众来电话说 言论自由没有绝对自由 美国的言论是有绝对自由的 言论只是说 有言论和有什么地方没有言论的绝对自由 这个界限是当初的美国大法官 就霍尔姆斯大法官 曾经划过非常明显的界限 就是说你在招火的 你在电影院里很招火 这个时候言论就构成了行动 比如说你在讨论说 我们怎么恐怖袭击某个地方 你的言论就是行动的一部分 但是你就 比如说我在电话里说 这五角大楼真是我天天在那堵车 真是给他一枪比较的 这种话呢 他不能控告你 这是你发牢骚一个言论 但是你说好 我们计划去拿一个火箭炮 你拿什么地方去怎么袭击 那就是行动了 所以美国的言论自由 言论本身没有边界 但是言论如果是行动的一部分 这就有边界了 那么小夏刚才 这段于毛先生也提到了 就是说斯诺登 他是一个作为 他追求自由的这么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斗士 但他现在又在专制国家 俄罗斯进行庇护 那么这个之间的矛盾 您怎么解读 这是一个悲哀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 其实在我看来 美国政府应该给他 起码是说 你给一个回来受审的机会 说好了你可以回来 你回来之后呢 在法庭没有判决之前 你是自由的 我觉得这是应该可以做到的 这是总比呆的这好 但是我觉得现在国家安全局 有很多人就跟他智障气了 说一定说他泄露多少机密 可是到现在为止 国家安全局没有能够举出任何意见 斯诺登泄露的机密 造成了美国的国家损失 好 温先生 您刚才好像有话要说 刚才那个文小夏老师提到的 就是说你在某种情况下 言论会成为行动一部分 我必须补充一点 就是说这个要 如果他所商讨的事情 或者计划的事情 超出了他的能力 一般也会认为是言论的一部分 这个其实很多时候会被混在一起 好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 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 广东的郑先生 您好 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 师傅呢 是您请讲 我想向那个文小夏博士 咨询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 像那个斯诺登 这种雇员啊 他是怎么进 他这个中心去 就是招这种雇员的时候呢 他有一些什么样的程序 比如说会不会像 比如说像中国大陆呢 他要是招这样的工作人员的话 那么肯定是组装18代 都是全部要查遍的 那么像他们这种 招这个雇员的话 他这个程序是怎么样的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 像我们中国国内呢 他对这个媒体的管理上 是有那个中宣部的 那么像在美国一样 我们所听到的意思都说 是美国的新闻啊 言论啊 有这样一些自由 那么假如说 在美国有这样的媒体 去宣扬啊 这个暴力啊 仇杀啊 或者是种族歧视的 这样一些言论的话 那肯定也是 按道理来说也应该是不受允许的 那么这种 像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那谁去广谈 好 谢谢广东的郑先生 两个很好的问题 我倒想先回答一下 第一是 雇员当然都是经过审查 审查的程序是公司决定的 我们像近来 美国之音 我们就会填很多表 说你那个 有没有犯罪记录啊 你等等等等 这些呢 你都会有一个审查程序 如果看斯洛登本人 他就是一个 他当时进去是24 5岁 很年轻的一个人 美国升美国长 所以他应该是一个很清白的背景记录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 他说美国有没有宣扬仇杀暴力 什么这样的报纸 有 没有人看 或者就很小一集团看 比如美国这个 有一些宣扬 宣扬种族主义3K党自己是有 有新闻 有媒体 有什么的 是不是 但没有人看 市场就不要他 如果他们触犯了法律 比如讲 这种仇视罪 或者是煽动暴力等等 什么人来制约他 有 美国有中宣部吗 美国当然没有中宣部 但是如果你在报纸上 你在报纸上写一篇文章 你就说这个 我觉得某某人种就是很糟糕 大家会骂你 但是他不能罚你 但是如果我在上面说 某某人种很糟糕 我号召大家几点几分 什么时候一人带杆枪去 把他们打掉 那这个就是犯罪了 所以这是有很明显的界限的 那么你说谁来管呢 市场要管 读者听众你的受众要管 这是管的 但是美国呢 就是要说 就是那个 各种发表各种各样 奇谈怪论的媒体到处都是 有没有人会提出法律程序起诉 比如讲 政府的检查部门 或者说是公民 作为个人或者团体 来向法庭来起诉 第一是政府方面来说 如果他没有构成犯罪行动 政府是无法起诉的 因为言论自由 所谓言论自由是绝对的这一点呢 就是因为言论自由这个法律 保护的就是坏言论 好言论是不需要保护的 但是谁来界定好言论 所以言论自由就是说 没有边界就在这 没有构成行动 但是如果有时候 比如说你这个报纸上 连篇累读去伤害某个公民 说你这个人真是怎么坏 那么这个公民可以告你 要法庭要很大的赔偿 说我受到什么样精神的 人生的 人生等等伤害 报纸是很害怕 这个因为你赔不起 好的 继续接听几位听众观众的电话 河北的宋先生 您好 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 你好 请讲 请讲 听到了吗 听到了 听讲 听到了 我有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这个民主自由 言论自由 这个我们觉得是很 切合中国人民的势力 但是像斯洛登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言论自由 说了 暴露了美国这个 泄露了美国的机密 我觉得也是一种言论自由 不造成什么 什么打击问题 这个我是讲 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们首先 我看你们的节目 我看了好长时间 尤其是咱们这个主持人 我预祝咱们这是新年 刚刚过去 这个总前预祝 不致新年快乐 谢谢你 谢谢广东的郑先生 好 我们抓紧时间 再来接听 两位听众观众的电话 河北的宋先生 您好 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河北 刚才就是宋先生 刚才就是宋先生 好的 接来是广东的黄先生 黄先生您好 你好 我想向龚小夏 想向龚小夏同志请问一个问题 美国的言论自由 这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说言论是绝对的言论自由 在这一点 我就想请教龚小夏 龚小夏同志 那我在美国 比如说在美国 我虽然可不可以 侮辱一个 骂一个残疾人 在街上 我可不可以 另外我在公共场合 可不可以随便 在媒体上 在公共场合上 我可不可以随便用一些 下流的话 脏话 就是不看路儿的话 这个言论自由 有没有 我想请教龚小夏同志 您就不要同志了 您就叫博士就好了 不用不用 叫名字就行 我就很快地回答一下 美国有这个言论自由 你可以街上骂残疾人 大家可以骂回你 是不是 那个报纸上可以 就不会登你这种东西 但下流的东西 有下流的地方 去登互联网 很多下流东西 然后像美国的黄色 就色情杂志等等 很多下流的地方是有的 你有这个言论自由 但是大家也有不接受 你这个言论的自由 但如果你要威胁 他人的安全的时候 你就会碰上法律的麻烦 等一会儿我们讨论的 第二个话题 就会有这么一件 具体的事例 好 接下来我们再接 山西的赵先生 赵先生 您好 山西赵先生 请讲 你好 你好 我说那个 宁夏的高先生 和天津的爱先生 他们应该多吃一点脑残片 我们把您这当成言论自由好吗 因为你只是一种建议 没有具体的威胁 好 谢谢最后的 刚才那位 山西的 山西的赵先生 山西的赵先生 还有温超先生 我们时间不多了 请你看看还有什么 对于这个整个第四公民 获奖这件事情 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我首先想回应一下广东那位 黄先生 就是说 其实你在街上侮辱一个乞丐的话 你可能还受到一个 明治责任的决结 我想这一点也是要特别说明的 那整个斯诺德斯电 我们还是把它放在整个 国家的分权架构下 和个人的理想主义的情怀之下 去挑战整个国家 对民众自由的伤害 对民权的伤害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 其实更有利于我们去理解 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关系 好的 时间的关系呢 斯诺登 奥斯卡奖大出风头 美国政府束手无策的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请不要走开 接下来我们将谈另一个热点话题 李刚儿子美国坑爹 当土特权碰上洋规矩 请继续所您收看 美国之音VOA卫视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 现场直播的 时时大家谈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马上回来